HELLO 大家好,我是Kathryn,歡迎回來,最近模擬是密手機版又出新的活動了,我們馬上一踩看一下吧! 在我們右上角有個獎盃圖案,這次活動叫做超級對決聯賽,這個活動時間有... 我發現的時候是六天多,所以應該是七天的活動時間,然後叫我們解完一系列任務,那一樣喔,玩法跟之前都非常類似,首先它有一個喔,一連串的限時任務,限時七天要完成,目前剩五天,完成它的限時任務之後,會送你一個豪華影... 豪影霸台場面,這個場面其實還蠻好看的,是我們在市中心看到那個嘛,對不對? 我們去看一下喔,市中心的市區,我記得市區的這個地方,酒吧裡,對,有這個場面這個吧檯,這個 它這次完成一系列任務之後,送你就是這個東西,這個吧檯我覺得還不錯,蠻好看的,所以這些獎勵我覺得還不錯,好,那我們回去吧! 那這次的27個任務裡面一樣喔,有叫你專模擬幣的啊,有叫你收集這個獎章的啊,有叫你完成活動的,玩法跟之前都非常類似啦,那也有叫你完成落馬任務這類的,那對了,關於落馬任務,我推薦解人際關係,我都是解人際關係的,因為感覺人際關係解得比較快,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解短期的人際關係的話,你可以直接跟一個路人甲,開始一段新的友誼,解完之後就算是完成一個,短期的人際關係活動 我之前有拍過一部關於怎麼樣比較快速解落馬任務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如果說你趕時間呢,需要趕快完成一個長時間的活動,或者是需要趕快完成一個標準的活動的話,你可以把兩個你操控的小人,互相進行標準活動,他的活動時間就會減半 例如說原本是長時間的相處,原本標準是8個小時嘛,如果兩個人都是你操控的話,他就變成4個小時,不過代價就是,你兩個人就是同時綁在這裡嘛 等於這兩個人是,因為他同時進行,所以時間才減半,所以就是看你怎樣去安排啦 可是感覺人際關係算是相對比較快速,也比較有彈性 而且人際關係啊,如果你跟對方的關係等級越低,他解完的速度會越快 所以就是他解的時間,平均起來,我覺得比愛好啊,比職業都要快速一些 好吧,那我們來看一下喔,這次我們不是要解27個現實任務嗎? 除了這27個現實任務之外,他還可以收集獎章嘛 那收集獎章的方式也一樣喔,透過三種方法 第一個就是,活動給你一個,水晶椎的燈,這個燈 這個燈我覺得還蠻好看的,是水晶椎的燈,放在這個桌子上的 點不到,點不到算了 你們應該知道我在想什麼吧,就是這個,綠色水晶椎 這個燈我們放出來之後,有了跳出來了 他12個小時會給我們125個獎章,可以用這個來收集我們的獎章 然後第二個方法就是透過落馬任務 活動期間,落馬任務我們每解完一次,會給我們250個獎章 然後再來,透過他的現實任務,就是他現實活動 有三個,教進食堂,培養好生精神,尋求心靈長度 這三個活動也都會給你獎章 分別是400個獎章,125個獎章還有125個獎章 所以就是一個是長期的活動嘛,最右邊,尋求心靈長度 它是比較長期的活動 然後左邊兩個,培養好生精神跟教進食堂是標準長度的活動 我記得是6個小時吧,如果沒記錯的話,對 那一樣,解完都有CD 然後我們可以拿一個獎章來換這個安慰獎寶箱 這個寶箱開一次刷花費250個獎章 然後道具給一些東西 有這個打靶的,還有這個藏壁的霓虹燈裝飾 其實有些東西啊,之前的那個,呃,一週年嗎? 週年慶,之前的週年慶活動的時候已經有複刻了 像這個吧檯啊,還有這個霓虹燈,跟這個打靶的 之前週年慶活動都有複刻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沒有抽到 那個時候我只有抽到這個吧檯還有霓虹燈 打靶的我沒有抽到,那個飛鏢那個我沒抽到 所以就看這次能不能抽到囉 然後一樣,這次可以抽到的道具又有熱狗裝了 他是想說很多人抽不到,所以每次活動都放進來嗎?太有笑了 然後還有這個精準的上把,標把的東西,設費包的喔 還有新髮型啊,這個新髮型也不錯 然後還有女生的連身褲,這個是電腦版的新夢奇廢的東西 然後還有什麼,扯我後腿牛仔褲 這個是牛仔褲,然後在那個腰那邊綁那個襯衫嘛 這件褲子我覺得蠻好看的,還蠻喜歡 然後還有這個短褲,比較基本款短褲,跟這個霓虹燈 這個霓虹燈我已經拿到了 還有這個上衣,這個上衣我也拿到了 跟這個,什麼永遠的星期五夾客,這個我也拿到了 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檔上衣之前好像有出現過吧 是中聯性活動才有嗎?還是更早之前都有了,我也有點忘了 然後還有這個吧檯我也拿到了 這個牆壁的錦旗,這個我沒拿到 可是沒有說很有興趣 然後還有桌子,這個桌子我也有了 什麼時候抽到了 還有這個餐桌,只有這些道具可以抽 我感覺啊,我最想要的是...是...這個 我想的這條褲子,我覺得這褲子還蠻好看的 感覺就是比較輕鬆休閒的感覺吧 那這個打把的也不錯啦,可是也要抽得到 還有這個髮型啊,還有這個上衣也可以 其他道具我覺得還好而已 對啊 好吧 那我們就一樣囉,我們自己努力解 等到解完之後,我再來一併抽 那對了,我會把這次的活動任務順序放到影片簡介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那除了用這個掌漿來抽寶箱之外 如果我們想的話,我們可以用鈔票抽 抽一次七十五鈔 可是七十五不太推薦啦 雖然說他們說,用鈔票抽 會有更高機率獲得較稀有的物品 可是我覺得它是騙人的 因為我之前測試過了 我之前抽了幾次這個鈔票的啊 我覺得機率根本沒有比較高 對啊,所以我覺得沒差,用這個掌漿抽就好了 你們喜歡這次的道具嗎? 我感覺啊,這次的道具最讓我感興趣的可能是一個 霸台場面呢 我覺得這個霸台場面蠻好看的喔 然後 剛剛那個男仙褲子也不錯嘛 這個 其他東西我感覺還好而已 就是 抽到不錯 沒抽到我也不會影恨中先這樣 對啊,還不錯啦 那對了,因為我們這二十幾個切實任務當中啊 有一些要你收集獎獎的任務嘛 所以說我建議這個 水晶燈的 收集獎獎 等到跳出了相關任務再來收集 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好吧 大概就這個樣子囉 那就 我們一起招一些任務吧 到時候我們再來一起抽 好呢,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喜歡按個讚喔 非常感謝你的鼓勵 還有,別忘記訂閱 以前有訂閱的話,可以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囉 感謝收看 那我們就下載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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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起進去吧 我們一起進去 我們在一起 看到的 我們在一起